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大半年 在西方强力支持下 乌克兰坚决抵抗侵略者 俄军节节败退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预测 乌克兰部队可能会在12月底之前 反攻克里米亚 而整个与俄罗斯的战争 将于2023年春天结束 加夫·里洛夫接受英媒天空新闻访问 尽管认为俄罗斯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很低 但就算真的遭到来自俄国的核打击 乌克兰在取得胜利之前 绝对不会停止战斗 至于与俄罗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加夫·里洛夫提到 只有俄罗斯部队准备好离开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时 才有可能进行谈判 包括撤出俄罗斯总统普京 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亲俄分子过去八年占领的乌东地区 他表示 乌克兰内部社会已做出坚实到底的决定 大家付出了许多鲜血 努力才取得如今的成果 任何拖延冲突或僵持只会延续这场反对乌克兰作为国家存在的战争 就在11月 乌军在西方支援军武的状态下 重新夺回南部城市赫尔松 迫使俄军宣布撤退 当被问及此次成功是否让夺回克里米亚等其他目标更有实现可能时 加夫里洛夫说 这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我们希望越早做到越好 也不排除在12月底前进攻克里米亚 加夫里洛夫表示 乌军整个冬天都将持续战斗 尽管条件恶劣 气温极低 但别无选择 因为任何军事行动暂停都会让俄军有更大的机会补充库存及进行增援 最后当被问及这场战争将于合适结束 他指出 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非常重要 但我的感觉是到春天结束时 这场战争就会结束 随着冬季到来 中国各地疫情负起 武汉市疫情再起 盛传明天起封城五天 当地社群讯息称 武汉多区传出21日起全域静默管理五天 除保供市场 所有商店餐厅停止营运 办公室封闭 改居家上班 全市中小学改上网课 据中央社报道称 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严峻 官方通报19日新增本土24,435例 武汉相对虽不严重 但已持续两天新增病例破败 消息问 武汉又要封城吗 网传21日起全市静默五天 据中共湖北省卫健委官网20日通报 全省19日新增本土确诊8例 均在武汉 新增本土症状感染者241例 其中武汉占135例最多 且有74例为重点人群筛查减出 显示武汉社会面难清零 疫情恐快速扩散 武汉武昌 江岸 江汉 红山等行政区 相继传书21日起将全域静默管理五天 民众为此赶紧出门抢菜 许多人得知连夜开车先润 引发大陆网友解读武汉又要封城了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1日公布优化防疫20条 显示加大对地方层层加码 一刀切整治力度 严禁随意静默管理 封控 长时间不解封 据中央社 武汉21日会否再封城 以在社群引发热议 习近平在拼连任之后 也在拼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试图打破在国际间被孤立的格局 北京星期天表示 对国防部长魏丰和 这个星期在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晤 是开放态度 这是美中两国领导人 近期在印尼巴尼岛20国峰会期间会晤后 双方关系解冻的又一迹象 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早前曾分别确认 他们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 周日 中共国防部发布一个有关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 就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 中美防长会谈问题答记者问的声明说 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 报道表示 如果两国国防部长能在周三开始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会晤 这将是自今年8月初 中共为报复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而中断与美国正常军事对话后 双方的首次高层军事交流 然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在加拿大出席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又警告说 北京像莫斯科一样都寻求一个强权及公理的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用武力解决纠纷 独裁者能够扑灭自由的火焰 奥斯汀说 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突出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中共也在这个地区 推动非常远离我们自由稳定开放国际体系运紧的东西 在拜登与习近平11月14日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举行拜登入主白宫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后 习近平同意恢复与美国的高层交往 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华 克里与谢振华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恢复对话 路透社20日报道回溯了导弹在波兰爆炸后 白宫是如何混乱的 据一位美国官员说 在为期一周的亚洲之行即将结束的日子里 拜登半夜在印度尼西亚巴里岛被助手叫醒 他被告知一枚导弹在波兰爆炸并造成两人死亡 因此当一枚导弹于11月15日袭击了波兰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村庄 并且在最初有人声称导弹是由俄罗斯发射的时候 拜登和他的高级顾问团队启动了危机模式 如果是俄罗斯发动袭击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将有义务在军事上保卫北约成员国波兰 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升级为全球战争 拜登一直坚称 美国支持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的已经长达9个月的战斗 但我们不会在乌克兰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林社一份后来更正的报道 援引一位未居民的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 乌克兰官员公开指责俄罗斯 消息导致股市暴跌 官员们手忙脚乱 东欧国家愤怒升温 要求回应 但来自美国消息来源的初步信息表明 乌克兰发射导弹可能是为了击退来袭的俄罗斯导弹的暴风雪 它不小心落在了波兰 西方外交官告诉路透社 在幕后 副国务卿谢尔曼正在与一些外国外交官接触 要求他们采取谨慎的态度 并在美国研究如何回应时要慎重 白宫表示 在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陪同下 身穿T恤和卡其裤的拜登 清晨致电波兰总统杜达 表达了他对波兰民众死亡哀悼和对导弹做调查的支持 但周二在五角大楼与俄罗斯军方联系的努力失败了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尔利将军说 他的参谋人员试图安排与俄罗斯同行 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通电话 米利称 美国进行了一些尝试 没有成功 米利告诉记者 我的工作人员没有成功让我与格拉西莫夫将军取得联系 一位白宫官员说 沙利文曾就入侵乌克兰的风险与俄罗斯官员保持联系 但并未就此导弹事件进行结束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 周一在安卡拉的俄罗斯情报机构SVR 曾会见了他的俄罗斯同行 他周二抵达基辅 截导弹袭击波兰的那天 并于第二天赶往华沙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在乌克兰 伯恩斯讨论了美国警告 他向俄罗斯SVR负责人发出的 不要使用核武器的警告 并强化了美国在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中 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承诺 这位美国官员表示 伯恩斯会见了波兰官员并讨论了当前情况 但当被问及伯恩斯是否在波兰事件后 与SVR重新建立联系时 他没有发表评论 据克里姆林公发言员表示 他不知道俄罗斯与美国的渠道是否已启动 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但承认美国的反应是克制的 据路透社说 拜登和他的助手于周三上午9点 在巴厘岛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紧急会议 讨论这一事件 他在会上告诉他们美国了解到的情况 在波兰的爆炸是由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引起的 会后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含糊其词 称根据其轨迹 这枚导弹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后来北约秘书长表示 爆炸很可能是由一枚轨迹失误的乌克兰防空导弹引起的 但俄罗斯最终应该对此负责 因为是俄罗斯挑起了战争 波兰一直对所发生的导弹事件进行自己的调查 一名美国官员说 应波兰的要求美国军方已派遣美国炸药专家前往现场协助调查 这位官员说 调查预计很快就会得出结论 确认乌克兰发射了导弹 这位官员称 现在只需进行取证工作 以确定它是哪种导弹 路透社说 乌克兰坚称爆炸中有俄罗斯痕迹 并已派出自己的专家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据观察人士说 这一事件凸显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危险程度 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在警告说 确实存在发生将西方卷入更广泛冲突事情的风险 周二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 这场战争没有得到管理 也没有得到控制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